在武汉市青少年宫田径足球场,有若干之老年足球队常年活跃在这片场地上,他们平均年龄60岁,最大的今年已经83岁高龄。 8月26日上午,记者在现场看到,虽然这些足球队的队员们年事已高,但是一上场便是拼命三郎的架势,即使体力不再巅峰,技术却依然精湛。 除了踢球的专业设备,队员们还自备了折叠凳、塑料布、茶杯、热水瓶、零食等。 今年68岁的队员孙和平告诉记者,自己从小便热爱足球,只要天气允许,身体还能动,就一定会出现在足球场上。 他透露,2019年初自己做了心脏支架手术,身体刚恢复便重返绿营场。 孙和平说,自己已经踢了50余年球,会将运动量控制在身体的承受范围内,还能踢球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。 足球裁判界的老前辈杨战成也加入了其中一支足球队。 今年已经83岁的他,不仅在队伍中年龄最大,也是资历最老的。 杨战成说,足球陪伴了自己一辈子,是自己的第二生命。 他同样表示,只要还能动,就会一直踢下去。 这就是我的第一生命。足球啊,就跟我陪伴了我一辈子,我特别的感谢这个运动。 对于我来讲的话,好像少不了,少不了。 这个一辈子都是跟足球队打交道。 只要我的身体好,只要我能够活动,我就要参加,我不会在家里待着。 其中一支老年足球队的队长徐佳称,队伍现有成员35人,平均每个月他都会率队外出参加交流比赛。 在他看来,足球运动本身就充满了正能量。 尽管队员们都不再年轻,对比赛结果也不会看得太重。 但对足球的那份热爱和激情不减当年。 徐佳表示,在踢球中,大家收获了健康和快乐,就是这些老年足球队存在的最大意义。 这个足球我们从小,主要是太喜欢了,你打个比方,其实我们都有很多人,他有年龄大了,年龄大之后他有过种慢性病了,通过这个打球,心情过方便了,都提高一点,主要是快乐,健康。 更多精彩,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谢谢大家。